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首先我简单的跟各位谈一下一些情形的状况 二十几年前我们这边开始展开奖金的活动 那个时候是只有一个理念 就佛陀的真理是什么 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在跟各位讲到要修行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人听懂 到现在你还是修行只是修行两个字 修行是什么 没有人去思考 你这样就叫做修行嘛 你从来不会去思考对不对 这样就叫修行 谁跟你说这样就是修行 因为没有人这样缓问你 所以你也不会做打 不然要怎么修 是啊 要怎么修 没有 但我可以告诉各位这二十几年来 我们一直在找这个东西 我不是在找 我是在想怎么表达修行是什么 因为在三十几年前 应该我就已经抓到这个重点 但我不知道这个重点那么重要 我只是说这个很简单嘛 这简单其实是非常不简单 因为要帮你讲清楚啊 你都听不懂 然后呢你会自己想 我记得啦 假如没有错的话 一直到目前为止 我从来没有受证 或者证明过谁证阿罗汉 从来没讲过 我都没有证阿罗汉 我怎么有可能说谁是阿罗汉 可是却有很多人说 我受证谁是阿罗汉 这不就是鬼吗 对不对 我只是在试着表达说 应该要怎么修行 会有效果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即使是义玄 他在墨山凉凉那边啊 破禅以后 要把他的饰料检 跟兵主论讲清楚啊 都要花20年以上的功夫 我自己在这个时候啊 一直摸索 把整个修行方法的架构啊 我把它叫做法界拼图啊 差不多拼完成了 还插两个洞 空白的 揭不起来 十年前啊 找到了 拼起来了 结果发现 这个拼图啊 弄反了 才把它导正过来 导正过来 就很清楚了 可以交了 这十年来 我们是把它交得很清楚了 失传了七八百年的 禅宗刑罚 我们重新架构起来 可是这样讲 你也还不清楚啊 我们就发现很多老同修啊 就有一个问题啊 师父啊 我听你讲了二十几年 我还要进禅堂去修嘛 那意思是你听一听你就成佛了 成佛不是听 成佛是修来的 你都听懂了你去修修看 你不下手还真不知道 所以啊 我们把这一套制度给架构完成 今天你看到的 跟昨天你所实验到的 是同一个系统 这个佛灌顶啊 你不要看说这个很简单 看你有没有机会轮到你 你要怎么排队 告诉你啊 他的书圣 他的秘密 不是你想象的 要你想象得到啊 你早就成佛了 没有那么容易啊 这里头所应该具备的资格 条件 有哪些 你有吗 你有做到吗 这就关键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啊 就来个全新的开始 你在听五百年也没用 因为下辈子再来 你又从零开始 因为听是语言相 读是文字相 佛法的真实意 要离语言相 离文字相 乃至离心原相 真理啊 不是语言文字所能陈述 他讲的就叫实际 实际 实际你要去做你才有实际 没有做哪有实际 到餐厅吃饭很简单嘛 菜那么好吃 你就把它炒下来 这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 你回家炒炒看 人家做起来 这那么便宜 为什么那么贵 烫青菜 都不要三块钱 还卖六十 那么好赚 你回家去烫看看 你烫起来看 看有没有人要吃啊 看起来很简单 记载也都有 接着到西餐厅去吃 你看就更夭壽 他什么多少什么多少 都把你弄得很清楚 你就把它炒起来吧 回家照着那个去办吧 看你做得出来做不出来 我告诉你 讲的越详细是越难修啦 所以我讲那么多 我发现为什么修不来 只有是非 这世间呢 讲的最详细的 就是净土宗 净空法师那一宗 还有我们这一宗 这两宗是非最多 因为讲的太清楚了 大家好像都懂 回家都没法出来 我跟你讲 念佛会入定啊 你看他们有没有入定的 你不到我们到场来 你还不知道念佛怎么入定 但那不是讲的 念佛我从来不讲 所以还有人骂我说 我否认极乐世界 你见鬼啊 谁跟你否认啊 我只告诉你 你不入定 进不了极乐世界 这样而已啊 那你要来参加啊 你光听那个录音带 你就会入定啊 你什么时候听到入定啊 你只有一个答案 听到睡早了 你不可能入定啊 你去参加那些 念佛法会佛妻的地方 越念越像拼仪馆走 那个叫念佛啊 我们念佛是越念精神越好 念一念会到阅兵广场去 那个精神才对啊 为什么会念相反的 那指导的地方 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给你做好 你要懂得这个东西 修行 要热情 不要激情 你搞清楚 我们荣庸是最激情 一开始到现在都很激情 听君就好 不要一直笑 他是典型的 激情派 激情派叫什么 野兽派嘛 野兽不能成佛啦 野兽可以修大福报 成不了佛 要有热情 那个热情啊 我们语言叫热情啊 在佛教的术语里 那个热情叫prang 叫正能 我用的是正能两个字 不是正能量 正能相对的一个叫智能 就不热 正能叫bona 按时高翻译的时候就已经翻了 按时高翻译到现在 1900年了 我要告诉你啊 全部误会啦 我们知道安那班那 班那那两个字 就是bona 你知道吗 我们不知道啊 你弄错啦 你弄错啦 那个经文你重新看一遍 你再看一百遍也看不懂 我跟你讲 重新看一遍是你进来禅堂 洗涤一遍以后 你再看不一样 我们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啊 你只能用意识心去看 你没有办法用真心去看 所以我们跟你讲说 要修行不要用大脑 这是我二十几年前就跟各位讲的 但是你都在想怎么样不用大脑 你在想就在用大脑 怎么不用大脑 所以说用意识心修行 想要证得真心无我 impossible 不可能 所以一开始修行 就要停止大脑的作用 这个我们的术语 叫做直接指望 直接指望 停止妄想 直接停止妄想 所以我们又叫做向性转移 直接从凡夫种性 转为如来种性 你才有可能修行 那你必须进禅堂去 你要自己想有办法 你就去有办法 跟我们不相应 我们要告诉你是 直接指望以后 你就才有可能修行 那你自己要欺骗自己 你就是直接指望 那我们就没有话说 明白的跟各位谈这个部分 今天 这个 上司灌顶 的这个环节 因为第一次 示范给各位 很简单 你不要以为 这是简单的一个仪式 这里头 代表着整个法界的入口 入口可能不值钱 你要入口 以后 那大官员里面的 你才看得到 你不从入口进去 那个你看不到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 你以为你翻墙就可以 那你就去翻墙吧 翻墙可以算数的话 那就不用正行了 所以 给予各位的是一个这样的认知 再来 我们整体的 释法 在这之前 我们都是礼法界 现在我们把释法界加进去 让礼释无碍 华人的教法 是礼释 要兼容 不是只有礼释 也要有 目前 我们还算有一点福报 可以礼释具足 能不能圆容 那就是我们的修行 就我们的修行 我要早一点死 你也没机会 还好我就死不了 所以我们还有这一点福报 哪一天我走了 剩下来是你们的 我们把这个部分 给各位提到这里 做一个前行 昨天跟各位讲了 讲的部分我们讲了 今天我们 要跟各位 再继续谈下去 以后我们这个 遗轨啊 就不要再 凝语古代的遗轨方式 但是要学的人 你还是要学 到山上 照传统遗轨来 在山下我们叫夏苑 这里就叫夏苑 夏苑啊 我们就用新的模式来运作 不一定要再唱国歌 起立尽离坐下 不一定要再唱国歌 昨天跟各位谈到 我们的基础 要去采水果 你就要准备兰子 没有兰子的话 你就是猴子 猴子你知道吗 我们离山种有很多水蜜桃 最讨厌的就是猴子 猴子啊 我不是说你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这个猴子 他到桃子成熟的时候 他会跑来吃桃子 摘一个很好吃 就夹起来 然后再摘一个 嗯好吃 又夹起来 好吃的他就夹着 摘一个不好吃的 他就丢掉再摘一个 那看到人来了 两手一抓 就跑了 所以农民就很讨厌 满地都是咬一口的桃子 你算不算这一种猴子 想一想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一定要吃两道准备好 那个篮子就吃两道 那个好吃的桃子摘下来 成熟的你就放在里面再带回来 不是在现场咬一口 你们去买水果 很多老板都很讨厌 为什么你都要先吃一口 这个都会同样的毛病 你有一种想要先行尝试 对不对才要进行的 这种观念 那就是用意识心 为什么你要先尝一口呢 好做记忆 所以你都在用意识心修行 不可能成就 所以这些人呢 他会很泥 泥巴的泥 不干脆 修行人让我们感受到 了不起的就是他干脆 干脆 就很清爽嘛 对不对 干脆的另外一个字啊 就叫无情 要买 挑一挑 走了 会泥的人啊 就这个挑啊 那个捏啦 本来还没熟的都被你捏到熟了 你总要试试看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就都在用意识心啦 干脆的人不会啊 通通拿好吃就好吃就吃 不好吃就不要吃嘛 我们为什么一直要捏一捏再拿呢 你去想想看 我现在跟你讲修行了 不是讲修行的 修行你就慢慢捏 有的人要买巴拉的时候啊 就特别把指甲养长一点 然后巴拉就用指甲擦一下 所以你去买巴拉你注意看看 很多指甲纹在上面 凡夫就是凡夫 一讲啊你都是那只猴子 你是一个修行人吗 留意到 当你这个篮子还没准备好的时候 你就别想直接修行 做篮子 把质量道修好 你现在一进来啊 就好像二十块 开悟 开悟 一瓶开悟 你买的是买那一瓶开悟矿泉水 你不是真的开悟 要搞清楚啊 修行啊跟买卖不一样 你不要一直想着那么快 没有那么快 你有看到妈妈生孩子就生孩子 你也要生 你去躺在那里 看你生得出来嘛 人家怀孕十个月才生下来 当妈妈很好 我也要当妈妈 那人家躺在那里生下来 你也去躺吧 有笑吗 当然很好笑 修行一定要记得 它是生命的过程 这是一个 而这个过程里头有哪些东西啊 前面讲了42法 每一法要怎么修啊 这个要讲起来 都要很长的时间 那么后面 他有提到啊 这个境界是什么 因为善才同志首先就问 一个境界 一个是如何修 如何修他讲的42个 那么境界的部分呢 经文这样讲 善男子 如相所问解脱境界 我此解脱境界 无边 没有边哦 这解脱境界是什么 他说啊 我以得此解脱力故 他有这个解脱啦 就是解脱的能力解脱力嘛 所以呢他就有这个境界啦 然后讲这个境界给你听 你看看这境界是什么 意念古事 我想到最古道的那个时候 有决明 幽婆罗法 与彼绝踪 臣事供养 横河沙树诸佛如来 从出发心行菩萨道乃至法进 我借明记无有余余 中间那一段我把你省掉了 一共有十个 他这个十个啊 包括八项成道 但是华人喜欢用十来做表达 所以这里用十段 他从出家一直到入灭法进 那么当中分十个 从入母胎诞生 走七步 狮子侯 童子位 楚宫中 燕王位 亦菩提树 陈正觉 转正法轮 等等 他讲这里 讲这个最重要的有一句话 就是 彼诸如来 从出出家 我皆战奉 守护共养 这是第一个 后面第二个 他又亦过去 绝明善地 我亦彼绝 父得子彼 使横河沙 诸佛如来 成事共养 你记得这四个字 后面一共前后有十个 都讲成事共养 要修行 先讲成事共养 你有这样共养过吗 现在很多要共养 他都要算 算代价的 我来做功德主 我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你没办法 你当做买卖 就不是共养 你要留意到 你要当买卖 就跟共养无关 这个你一定要留意清楚 我们到这里来 就在高雄 我第一个月来讲经 第二个月有个同修 十五 他说十五 你这样讲很赔名 你买卖了 他就发行共养五十万 我跟你讲 这是真共养 他听到这个法号 他一下 一看 你跟共养 这就散毁太 没钱 做共养 福报 无量无边 因为这个时候 一个小和尚出来 什么都不懂 就像我们刚才跟你讲 我们只有礼的 传递而已 礼的传递 跟你讲很妖兽 大家一听 十五你讲得很好 很好 那就结束了 十五 就要听得很好很好 就会饱了 这个同修他又发现 十五拍名 他会吃很好很好 就饱了 他就发现了 那个五十万 这当时相当大 是今天我们一切的 总根源 总基础 所以我们的一切 发展与成就 包括各位你听得到 我能够继续再讲下来 就是从这个种子开始的 所以你们的任何一点 一滴的收获 他 拥有无限股份的股权 这是我们所遇到真正供养的部分 其他很多人要供养 公德族有什么 优待 要排第一个 要干嘛 不是 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这里好像没人情味 不够温暖 因为你要的是红尘中的那种对价关系 佛法中讲的是无相 不对价的 所以这个是很可贵的 城市供养 它不是买卖的对价关系 因为你有这样的城市供养 你才有可能拥有那一境界 这个是我跟各位讲 修行佛教跟外道的差别在这个地方 它只讲本体 你要获得那个本体 然后依这个本体 它就会显像会启用 假如你没有这个本体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你所有的都是像 都是像 这个最后 讲这城市供养以后 他做了一个结论 如是意念 恒合杀绝 我常不理诸佛如来应正等绝 种种方便 恭敬供养 还是恭敬供养 所以你不要以为佛教一直要你供养 不是啦 你要不能发心 那叫你付钱也没用 不是要你付钱 而是你的恭敬到底有没有 钱多少是一回事 那看你的能力 这个为什么我们会给你一个红包装着 你说我没钱也无所谓 有一种恭敬心表达就好了 不是多少钱的问题 所以放到红包里头大家就平等平等 所以这里头不是论大小的问题 不是问多少 是你的诚心问题 你的恭敬问题 从彼一切诸如来说 从彼一切诸如来说 皆得闻此 无碍念清净庄严 菩萨解脱 各位要留意到 他供养那么多佛 是不是每一个佛都这样讲 无碍念清净庄严 菩萨解脱门 是不是都这样讲 这是个名相 文字相 从本体来讲 不一定讲这个词 而是你那个恭敬供养的本质 这个本质 你能做吗 换句话说 天主观啊 从恒河沙觉以来 在一切佛所在之处 他都修 恭敬供养 成事供养 从无间断 重点是讲这个 不是这个名词 有没有听到的问题 他是这样做 这么长久以来 每个佛都会教人家 成事供养 每个佛 教这个干嘛 供养是什么 我跟各位讲过 几十年都这样讲 供养是培养善根 但你要记得啊 供养是不能掌握 掌控 很多人有点供养就想要掌控人家 所以我们说爱线的人 嘴巴长 意见多的人是不能修行的 因为他有一种掌控欲望 这种人称心极重 华音经前面到三十六品的时候 就是讲到普贤行品 普贤行品就讲 对菩萨起称心 火烧光德灵 百万丈人开 有意见为什么会让人家讨厌 你就是让人家盗 你起称心 人家做得好好的 你一来 三八婆就展现了 无边的威风 到处要干扰人家 你这个不对 你那个不对 你知道人家是经过多少次的 开会讨论 实践修正 以后才得这个结果 你现在那么臭情 抓出来 你还都开始要否认人家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所以造了无量无边的业勇 不得翻身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跟道场亲近 很好 从道场中学 我们有个同修 法国巴黎的爱马斯瓷器 买来供养 师傅应该用这个 好 用了 那个三八婆跳出来 这什么东西 我去买进口的 他去买阿布纳的 阿布纳的手 都是梯子烧的 我去进口的 你看这么漂亮 我跟你讲 你那个买一百套 不如人家供养这一套 你知道吗 然后他以为他买进口的 就了不起 不是啦 你根本不是货 然后呢 他以为他改了他就很厉害 他还要给师傅 师傅我去买的 那我去买的 那我去买的 不像我把他扒下去 三八到五春 又在那里打冬 那像这样的人 你说怎么修行 你还没开始 就一直要展现 他有一个气质 各位我想你对你的孩子教育 都很用心 那台湾不好 我们移民到美国 到加拿大去 那边教育环境比较好 我跟你讲 都见鬼啦 哪里哪有比较好 你无非是想要他们 获得比较高的气质 或者文化素养 那你想想看 你有沒有气质 有没有文化素养 当你没有的时候 你怎么想都不对 都不对 所以一个人在客己 父礼 反求足己上面 假如不下功夫的话 你质量道都不具足 不要说修行 供养就是这样子 教你要培养你的善根 人家做什么 你先珍惜他 人家为什么这样做 你慢慢融入以后 知道是这样 你跟他一样的水平以后 你再想办法提升 不是还没开始 低级的就要否认高级的 你想你还会怎么样 然后几十年从不改正 这个就是关键 所以这个地方跟你讲 这一个供养 你一定要留意 那供养 讲到供养 我们还要再谈一个事 事上 事实 事相的部分 你到道场里面来要供养 不要供养零食 就是 道场里面用的 除了五股杂粮以外 其他你不要供养 糖果啦 饼干啦 那些 有的没有的 硬结的东西 都不要供养 像你到山上去看 只有小馒头 所有的东西啊 我们都不欢迎 你不要以为有供养有功德啊 供养那些临时都没有功德 只要塑胶袋 装的 什么旺旺啊 那个什么 一块饼干 一个袋子装的 全部不准 那都是 过度包装 极度浪费 我们要只是现成的 食物不是食品 会不会区别啊 食物就是五股杂粮现成的 它去加光蒸熟的 当然是可以 馒头 面包可以 现在你那个馒头里面加的馅 就变成包子 包子以后就变成馅饼 馅饼等等这些啊 都不欢迎 都不欢迎 只现于馒头 面包也是一样 你要面包是西方人的 我们也接受不反对 但是你现在什么 吴春宝那个 那个已经不是面包了 那是食品 它不是食物 凡是加工过的都叫食品 不加工的才叫食物 我们要吃的是食物 不是食品 所以一开罐里面的通通不能吃 你别买那个来供养 跟你讲实在的 矿泉水都不好 你不要以为瓶装矿泉水 里面都有塑化剂 跟你说那是水泰 他也说矿泉水是吗 只要经过工厂的都骗人的 我讲的可能跟川普差不多 都是假新闻 新闻不见的都是假的 但是经过记者描绘以后 通通是假的 我跟你讲百分之百都假的 事情是真的 但是经过它渲染以后都假的 那个人死了就死了 这样就好了 然后他就编一堆故事 那故事都假的 他打架死了 也就打架死了 然后就编了一堆故事 去描述他背后的等等 你要知道 经过你执笔 就有你的好恶在里面 记者也是凡夫 看电视就先看好人坏人 先站一边 现在你吃东西也是一样 凡是加工的 几乎都是食品 那一次加工爱可以 只要加上任何的添加剂都不行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 添加剂有两种 一种是可使用的传统添加剂 一种是不可使用的 只要有限量使用的都不行 传统的添加剂是糖 盐 这也是添加剂 对不对 事实上可不可以呢 这算第一次加工 还可以 那玉开罐里头 除了水以外 通通都是添加剂 你以为它是果汁啊 它只有原料跟香料而已 所以我们这些都要留意 都要留意 要供养 澄清供养的是单纯的 那你在家里我们不管 只是告诉你少吃那种东西 你说那这样工厂都要倒闭 它本来就要倒闭 谁叫它兴起来 它兴起来本来就不正常了 你也不要因为你赚不到那个钱 就说人家不对 我不是那个意思 社会就是这样 法律准许的我们都容许它存在 但是我们少接触 因为法律准许嘛 这时代是假的时代 虚妄的时代 法律是人定的 那不管 我们恒顺 但是呢 这些你要想修行的话 都要避开 所以道场对于这些东西 属于不欢迎的范围 所以你要逛养道场这些东西 都要自己过滤 那我跟各位谈这个部分 是要让各位了解到 这一种所谓供养当中 它有顺有逆 有好有坏 你要懂得好的怎么做 所以修行始终像剪刀一样 有一个充分条件 有一个必要条件 你在这当中要走得好 不然你就会被剪到 所以修行绝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 昨天有同修说 这个调生八四 那怎么样子 哪一事对治哪个病 是没有错 但也不能这么明确的告诉你 因为你会产生副作用 所以你的问题好像是对 没有意义 因为所会产生的后果 远比你所要求的那种基本想法 副作用大于正作用大的多 所以我们才跟你强调 这些工法教你 绝对有效 百分之百 但是你要记得 天底下没有万能的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就是 你要抓住药灵 你抓不到药灵它是没效的 而且呢它不能过度使用 这是还是有两个条件 你抓不到药灵它就无效 你抓到药灵还不能过度使用 同样的那个拿捏的巧度 你要拿捏的好 而我们这里不给你负责任何责任 你要记得啊 像这种东西免费送给你的 你要吃到中毒还会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甚至于有很多东西吃了以后 它本来就会蛀牙 你能够说你害我蛀牙吗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我们这东西教你 是给你好处的 给你健康的 那结果你造成副作用 是你造成的 你说你上面没有血不能过度使用 这不是商品 不是商品 所以各位在修行的时候 一定要拿捏到那个药灵 那个诀窍 这个诀窍 是无价值宝 你说要怎么样拿到诀窍 这怎么教你啊 这只能叫秘密 诀窍就是诀窍 教是可以教你 就学不来有什么办法 你要餐厅去吃饭看看 他都把你列出来 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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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梁 什么东西脊梁 都跟你讲清楚了 甚至量尺也有 量桶 这个位数加多少 圆巴加多少 一大堆大大小小有没有 给你做起来的菜 阿甘会吃力喔 所以这个就是药灵 药灵你要自己去摸索 它需要一段时间 而且还要有些天赋 你没天赋你还真没办法 一般的还可以 炒起来像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跟各位谈 这一餐的用意叫得体 因为第四十二餐 就成佛了 先跟你讲得体 那么四十三餐 他天主光介绍善采同志 他说 是加彼罗城 大部分 善采参访的东西 善知识 都在加彼罗城的比较多 加彼罗城有童子师 有个童子的老师 名为骗友 他找这个善知识 这个 从这里介绍总共 二十六八行而已 两段经文八行 如意彼问菩萨 云和学菩萨行修菩萨道 使善采同志以文法固 欢喜踊跃 不失意善根素其增长 鼎里其足 绕无数渣 殷勤瞻辞退而去 这经文前面我们都讲过很多 我不再解释 现在是要告诉你 天主光介绍 善采童子找骗友 然后他也知道 骗友是童子的老师 注意到 可见天主光是认识这个童子 对不对 童子的老师叫骗友 是不是这样 那么 而此善采 从天宫下 向佳彼罗成 亦骗友所 离足幼绕 合掌恭敬 于一面立白言 圣者我已先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而未知菩萨 云和学菩萨行 云和修菩萨道 我闻圣者 善能诱悔 愿为我说 这个都是标准的 善采的基本态度 那现在关键就在这里了 骗友打眼 善男子 持有 童子明善之重义 修学菩萨自治法门 如可问之 当未如说 这一餐什么都没讲 这里有个童子 我的学生 叫善之变异 他修学自治法门 你去问他 不要问我 这个是不是很奇怪 天主观为什么叫他来找善 善友 善友又直接叫他找善之重义 为什么 他为什么不讲 你就去找善之重义就好了 那你可能会这样讲 从道道德律的修养来讲 善之重义的老师还在还没往生 那么礼貌上啊 你还是要先去找善友 善友会介绍你去找善之重义 对不对 这应该没错 道德律修养可以这么说 那假如道德律的话就要知道有无常 哪天哪一个人来供养的时候拿了一个他喜欢吃的巴拉 那他说好我教你 那就去啦 就完了 对不对 今天我们谈这个地方从法界的立场来看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 转折 这叫缘起法 这个地方跟你讲缘起法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我告诉你 这一段经文就这么两段 他讲的就是缘起法 缘起啊 本来是无形无相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但是他是存在的作用 他作用是存在 他一直在起作用 可是你看不到 这一点啊 是所有的科学界无法解答的问题 无法解答 佛法就有这一个缘起论 我们讲因果 对不对 因果你知道吗 因果啊 我常跟各位讲 因果律 不是什么因果律 用现在的话讲叫做科学定律 就是科学定律 因果律就是科学定律 一加一等于二 一加一等于二 没错吧 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为什么 你讨论到叛选 还问这个问题 一加一不等于二 不然等于多少 你就是迷信者 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这个就是远起法 为什么一乘一就等于一 为什么一乘一就等于一 一点都不多余 它是一切的总关键 远起 它现在要从本体界 本体界的 形而上 要到现象界里头 本体界到现象界当中 有一个转化的过程 这个就远起法 远起论 同样的 我们从现象界要回到本体界去 它也有一个缘起可以转进去的 知道吗 经文很简单 意义很深长 从形而上本体界到形而下本体界 这个缘起的理论 叫做如来常生菩萨三昧 要有这种定 它才会转下来 那么从现象界要回到本体界 叫佛华言三昧 才走得上去 这个东西你只有在华言道场才听得到 佛华言三昧不会在北地方讲 只有华言道场 那这个部分 华言经里头记载非常清楚 既然经文记载很清楚 在五十三餐里头要怎么体现出来 就在这一餐里面体现 各位要留意到这一点 这个就片友师 这个善知识 是可贵 很多人在讲五十三餐的时候 说他都没有法 所以这个不算 这不是没有法 这个法可大了 在本体论里头 七大区块里 原起论其中一块 这可是大法 告诉各位啊 你学佛那么多年 对佛菩萨的存在 为什么一直感受不到 你不懂得原起论 跟你讲 百分之百的 佛菩萨一直在你身边 你感受得到吗 看一看 算吗 算吗 我跟你讲 佛菩萨的存在 不是你想象的实质性的物质 而是这种原起的作用 这个原起的作用 所以当你能够掌握到那个原起的作用 你就感受到佛菩萨的存在 你一定要记得这句话 感受它 感受它 原起的作用 你一定会有 无量无边殊胜的感受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只要你结界 念地藏菩萨 结界念地藏菩萨 菩萨一定是限 你会回去说 师父 我等了一个礼拜他都没来 因为你要的是像 我要跟你讲的是 这原起的存在 原起的作用 你要能够感受到这原起 这存在与作用 那菩萨就实现了 然后你会说 天上的云算吗 不算 那个光算吗 不算 那这个我又做梦 也不算 要什么才算 他不离一支西藏 我就是地藏菩萨 阿力结界完毕 现在证明 我来视线 那种地藏菩萨 我看你也是 风听就好了 演戏的才会演 就是这个 记得原起的存在跟作用 听到了 够你成本 我们休息一下再讲 这次能够吗 对 好 这次能不能够 到够了 我们下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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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